人类与世界的对话不断演变 文字记载世界 交流打开世界 信息连接世界 当人类与AI对话 我们的探索没有边界 人类的意识是怎样形成的 外太空是什么样子的 外星人真的存在吗 人类到底从哪里来 人类社会未来的形态是怎样 星星是怎么形成的 有请百度创始人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 尊敬的各位来宾 各位媒体界的朋友们 欢迎大家来到百度 参加我们这次文心一言的新闻发布会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 对我们的关注和支持 这段时间其实不断的有人问我 说为什么现在发布 你们是不是真的ready了 其实百度在过去的十几年当中 一直在AI的研发上坚持着投入 文心这个大模型 第一个版本是2019年就发布了 那么此后的每一年 其实都要发布一个新的版本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 文心一言的发布 只是我们过去多年 努力的一个自然延续 但是毕竟今天的文心一言 大家的期望值是要对标 ChatGPT 甚至要对标GPT4 那么这个门槛还是很高的 可以说全球的大厂当中 百度是第一个发布的 那大家知道微软是直接调用OpenAI Google Facebook Meta Amazon 其实他们现在都没有 真正的发布同类型的 这个同级别的产品 所以呢 百度是第一个 那么从我自己 在内测的过程当中 体验到的这个 文心一言的能力来说呢 确实也不能讲叫做完美 但是 为什么今天要发布 因为有市场需求 因为百度的各个产品线 从搜索到智能云 到自动驾驶 到小杜 大家都在等着 要用这样的技术 更重要的是 我们的客户 我们的合作伙伴 在等着用这样的技术 大家都在催 我们需要尽早的把它发布出来 当然 一旦大家知道 就是大语言模型这种产品呢 一旦发布出来呢 它就会获得 真正的真实的用户的反馈 而有了用户的反馈呢 它的迭代的速度 就会非常非常的快 它的能力的提升 就会非常快 我们大家都希望 文心以言能够快一点成长 能够尽早的给用户和客户 带来价值 让所有的人都从中受益 所以啊 十月怀胎 一朝分娩 那么今天 我就带大家 一起来看一看 百度的 预训练 生成式 大语言模型 文心以言 长什么样 我下面呢 用五个 来分别展示一下 文心以言的能力 第一个是文学创作 第二个呢 是商业文案的创作 第三个是数理逻辑的推算 第四个呢 是中文的理解 第五个是多模态的生成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文学创作 这就是我们的文心以言的界面 我们看一个有关三体的例子 先问一下 三体的作者是哪里人 他先要知道三体作者是谁 然后要懂得哪里人是什么意思 因为是跟我老乡 所以第一个问题选了这个 可以总结一下 三体的核心内容吗 如果要续写的话 可以从哪些角度出发 那么他总结了 三体的第一步是什么意思 第二步在讲什么 第三步在讲什么 续写呢 又是角色的塑造 情节设计 文化 背景 哲学思考 那么我们追问 如何从哲学角度来进行续写 生命的意义 人与宇宙的关系 道德和伦理 价值和信仰 科技和人文的关系 好 再问 电视剧三体的演员都有哪些 那他比较准确地列出了一系列的 这个参与的演员 那么我们再问 余和伟和张鲁依有哪些共同点 都是优秀的实力派演员 获过多个奖项 丰富的表演经验等等 好 最后一问 余和伟和张鲁依谁更高 那么张鲁依比余和伟高三厘米 所以呢 我们看到 就是在这一轮的这个 问答当中呢 总共有六轮的对话 这些个对话呢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体验出来 体现出来 文心言各方面的能力 比如说他的总结 分析的能力 比如说他的推理的能力 那么要 核心内容呢 就是总结 对吧 那么你要问 谁和谁相比更高的话 你先得明白 对吧 这个人身高是多少 那个人身高 然后再做一些比较 很多这种事实性的东西 其实对于一个搜索引擎来说 不是那么难 但是对于一个生成式 玉心莲大模型来说呢 其实出错的概率还是挺高的 就是这些问题都答对 相当的不容易 那是因为就是说 百度的文心言呢 其实也采用了这个知识增强和检索增强 我们有五千五百亿的事实的这个 这个知识在训练的这个数据里头 所以可以相对来说保证这个事实性的问题能够比较准确 好那我们来看这个第二个 Demo 给大家演示一下 就是商业文案的创作 好 如果要成立一个用大模型服务中小企业数字化升级的科技服务公司 应该给它起个什么名字 性质科技 数字云图 云集科技 意向科技 模范科技 好 数字云图这个名称不错 那么给我起一个公司的服务的slogan 来表达共赢的概念 答案就是数字共赢 智慧未来 那么帮我生成一篇公司成立的新闻稿 数字云图 以共赢的服务理念 用大模型来服务中小企业的数字化升级 要求是600字左右 所以也生成了相应的这个这个新闻稿 那我就不一个字一个字念了 所以这一轮呢 它是三个round的这个对话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呢 就是这头涉及到相应的这种 理解的能力 表达的能力 也包括一些这种创意 创作的能力 这些个能力呢 都是没有办法我们去 一一的去教这个文心语言的 那么怎么做到的呢 其实还是要有好的技术 要有大的数据 人们说读书破万卷 那么文心语言呢 可能读了千亿万亿的这个页面 用了几十亿的搜索请求 用了很多很多的图片 用了我们全部的知识图谱的 这些个五千五百亿的事实 那么在不断的训练的过程当中 那么就逐步的具备了一些 比较通用的能力 所以也有人讲啊 就是说是大模型 当它千亿的这个参数 这个参数达到千亿量级 那么又有足够多的训练语料 数据来进行训练的时候呢 就会发生什么现象啊 发生智能涌现 就是没有教过它的能力呢 它也会 这个可以说是我们这方面的一个例子 好 我们来看第三个例子 第三个例子呢 我们来演示一下数理逻辑的推算 下面我们来玩一个击兔同龙的游戏 因为生成式呢 确实只需要输入很多词 所以我们为了节省时间呢 不现场演示 就是把它提前录下来 好 那么问有多少只鸡 多少只兔子呢 这个文心言说 这些题好像出得不太对 算不出来了 那我们改一下 重新问一遍 好 解题思路是这样子 答案呢 是三只鸡和六只兔子 所以啊 我们看到 就是在这两轮提问当中呢 展现出来的能力 使文心言这个大语言模型 它的数理逻辑的推理的能力 这方面呢 它不仅知道 就是提出的对不对 也不仅仅能够简单的 给出来答案 那么也给出来了解题的步骤 这就很像是 小学生在解这个应用题了 它是有逻辑的 一步一步的推理出来的 这样的能力呢 我们在过去这个 一个月左右的这种内测当中 其实不断的看到文心言在进步 虽然我们现在还不敢说 百分之百这类型的题都能做对 但是呢 它的能力已经是挺强的了 好 第四个例子呢 我们来演示一下 对中文的理解 因为百度是植根于中国市场的 我们理应在这个中文的理解 和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上 超出世界上任何一个 欲训练大模型 洛阳纸柜是什么意思 这个你必须得知道这个成语 你才能够明白 才能答对 当时洛阳的纸到底有多贵 这就有点冷知识了 不是那么容易能够答对的 那么大家也看到 就是好像长了这个两三倍吧 这个成语在经济学原理里头 对应的理论是什么 那它很明确地打出来 这是一个需求定律 就是物以稀为贵 好 最后呢 我们用洛阳纸柜来写一首藏头诗 洛阳城里春光好 阳艳无双不富赏 纸柜漫天诗词富 贵笔黄金恶未央 所以看到就是每一个首字连起来 是洛阳纸柜这个成语 所以大家看到呢 就是说文心言中文的理解能力 对中国文化的这种熟悉程度 其实是相当相当的高的 那么文心言能不能处理英文呢 答案是它也可以处理英文 只不过呢 确实要承认 它的对英文的这种理解和处理能力呢 现在还没有中文这么好 部分原因是因为 我们在训练这个数据里头呢 给它注入的这个英文的数据呢 还没有那么多 在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会逐步地训练它英文 以及其他语种的这些能力 以及将来这种跨语种的 翻译推理的能力 那么大家有机会 将来可以慢慢来尝试 好 我们看第五个 这是洛阳纸柜 这四轮问答 好 我们来看第五个demo 第五个demo是多模态的生成 请为2023世界智能交通大会 来创作一张海报 那么大家看到呢 就是其实反应是很快的 而且这个海报很有未来感 也很贴切 那么你认为智能交通 最适合哪个城市发展 上海 北京 广州 成都 好 再来一个多模 请用四传话将以上内容讲出来 最适合发展只能交通力 应该是发现具有较高人口密度 经济发达 交通许久两大的城市 接下来是一些 够了死活的城市 第一 赏海 作为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之一 赏海拥有着繁忙的交通光荣 或多样化的交通需求 责任交通可以帮助环境 城市交通压力 提升城市交通效率 好 我们不听了 该是城市局面促进体验 好 请将以上内容声称视频 最适合发展只能交通的 应该是那些 具有较高人口密度 经济发达 交通需求量大的城市 以下是一些 可能适合的城市 一 上海 作为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之一 上海拥有着繁忙的交通网络 和多样化的交通需求 智能交通可以帮助 缓解城市交通压力 提升城市交通效率 改善城市居民出行体验 二 北京 北京是中国的政治中心 文化中心 国际交往中心 好 大家看到 生成的视频呢 也是非常相关 而且还挺美 所以我们这一轮呢 这个四次交互啊 分别看到它可以用文字 生成图片 可以回答相关的问题 就是有一定创造性的问题 可以用语音 方言 大家就是 我们演示了四川话 其实它广东话 东北话 闽南话什么的 也都能讲 最后呢 是用这些内容来生成视频 这个前三个 现在就是 所有文心颜言的用户 都可以用了 第四个呢 因为这个计算成本 还是比较高 我们还没有对所有的 颜言的用户开放 但是如果你是 百家号的创作者的话呢 你肯定对这个功能 其实是不陌生的 今天呢 大概每天有 几万篇的 百家号的文章 通过这个技术 会自动的转成 视频在百度里头分发 所以呢 这些技术 我们都已经 都把它连起来了 好 那么通过这五个例子的演示啊 就是大家会对我们的 文心颜言 有一个基本的概念 那么发布会之后呢 大家会拿到相应的邀请码 可以亲自去体验 这些个能力 从文心颜的这个表现来看呢 它其实已经具备了 很多像人类的这种 对自然语言的理解的能力 表达的能力 逻辑推理的能力 那么 这些个能力呢 还在不断的这个完善的过程当中 我们有时候用的时候 会感受到惊喜 有时候呢 可能也会发现明显的错误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 就是 它的进步的速度 非常非常的快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当中 一定是一个日新月异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而且呢 我们通过对文心颜言 这个大模型进行微调 让它去适配 百度内外各种各样的产品 那么就可以在 这个用户界面 或者说在用户体验上 展示出来 惊人的亲和力 那么让每一个产品 都离自己的用户 离自己的客户更近 所以文心颜言这样的一个大模型呢 会成为 每一个人必不可少的生产力工具 无论是 什么样的 这个公司 都不可能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头 靠突击 做出来这样的技术 那么它是 百度十几年 就是超大规模的这种 研发投入 慢慢地积累出来的 所以呢 我们 如果说 来进一步解释 文心颜言 到底怎么能做出来的话呢 我需要把我对于 IT领域 最近发生的一些变化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过去呢 IT的技术战 其实分为三层 那么 一层是芯片层 上面呢 是操作系统层 再往上呢 就是应用层 或者软件层 这个事情呢 在PC时代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 都是这个样子 但是 当我们进入 AI时代的时候呢 IT技术战 从三层 变为了四层 也就是 这里展示的 芯片层 当然呢 这个芯片层 跟过去芯片 也不太一样 过去以CPU为主 未来呢 很可能会以GPU为主了 再往上 我们叫做框架层 什么叫框架 就比如说 像百度飞奖 或者Facebook 这个PyTouch 这样的东西叫做 框架 框架上面呢 就是模型层 今天呢 文心盐 就处在模型层 文心是百度 整个模型的 一个品牌 所以当时问 为什么叫文心盐 这个词 那么还有文心其他 文心一格啊 什么这些 都是属于在模型层 那么以后 或者说AI时代的应用呢 就会基于 这些大模型 来进行开发 所以就是 以后不管是搜索也好 聊天也好 或者什么其他的 这个应用 都会是基于 预信链的这种大模型 来进行开发 那么百度每天 比如说搜索 有数十亿的 这种结缩请求 也就意味着 文心这个大模型呢 每天在服务 数十亿的用户了 只不过去 在服务搜索的时候呢 它是一个判别式的 这种语言大模型 今天文心语言的发布呢 它是一个生成式的 语言大模型 为什么讲这个 技术战的变化 因为大家知道呢 就是生成式的这种AI 是非常非常好算力的 有时候人们把它叫做 暴力美学 要有大算力 要有大模型 要有大数据 那么费用相当的昂贵 那么四层架构之间 相互进行协同 不断地进行优化 就可以视察的效率呢 比别人要高很多 就可以显著地降低成本 尤其是在这个框架层和模型层 那么他们之间的这种协同 过去我们在几个月呢 其实已经体会到了 这方面带来的这种收益 那么 讲这四层呢 其实我真正想讲的是 在全球范围内 在芯片框架模型应用 四层都有领先产品的公司 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百度呢 就是那个唯一 我们的优势非常独特 这个优势呢 相信大家在未来的 这个文新的迭代速度上 可以会有明显的感受 从2月7号 我们正式官宣说 文新一言要发布以来 也就一个多月一点的时间 已经有650家的这个企业 宣布接入文新一言的生态 这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说 这意味着很多企业 其实已经明白 这是一个大机会 这是任何一个企业 都不应该错过的 大的机会 生成式AI 它是代表了一个新的技术范式 它会带来需求 市场需求的爆发性的增长 那么商业价值的释放 会是前所未有的 指数级的 对于文新一言的定位 我们认为 它是一个通用的基础模型 之上呢 刚才大家在四层结构上看到 可以有能源大模型 交通大模型 对吧 媒体大模型等等 都可以做成适合于千方百业的 这样的服务 各种各样应用的模型 所以呢 文新一言不仅仅是会影响到搜索 也不仅仅是会影响到互联网公司 那么它会影响到每一家公司 由于它超强的自然语言理解能力 表达能力 以及推理这些个能力 它可以使得任何一个公司 都能够离自己的客户更近 也就是说 任何一个公司都有可能 利用这些能力 做出来更好的客户体验 从而呢 抓住 更好的抓住自己的客户 建立呢 更强的这个竞争优势 所以文新一言对于这些个企业 对于每一个企业都是一个机会 甚至我可以说呢 文新一言对于每一个人 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我看到有机构预测啊 到2030年 脑力劳动者 他的生产效率 会因为人工智能 有跟今天相比有四倍的 有四倍的提升 也就是说很多人呢 他的工作性质会发生不可逆转的改变 那么文新一言的发布 或者说生成式大模型的问世 会带来哪些个创业机会 投资机会 我觉得呢 至少有三方面的机会 首先呢 我把它叫做新型的云计算 那么大家知道呢 云计算 今天最主要的商业模式 我们叫做AS 就是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这是公有云 提供的基础的云服务 主要是算力 那么 现在今天在哪儿要建一个 制算中心 通常是我要多少匹的算力 对吧 主要是指的这个东西 未来的云计算公司 主要的商业模式 会变成Math 就是Model as a Service 以后的应用会建立在大模型上 而不是建立在 过去的云计算的 这些算力或者存储上 所以这个对于云计算产业 是一个Game Changer 是一个改变游戏规则的东西 以前大家看你的基础云服务 看你的算力 看你的存储 今天会看你的模型好不好 你的框架好不好 你的芯片框架 模型应用之间 协同的好不好 效率高不高 所以呢 就是百度智能云 会基于这套理念 会基于这套架构 对外去提供服务 富能千行百业 我们相信它会使得 各行各业在提升效率 在各自领域的应用当中 能够有很大的商业机会 有很大的这种效率的提升空间 随后可能过两个星期吧 我们智能云会 有一个单独的发布会 我们会具体的介绍 相关的产品 既有公有云服务 也可以做私有化部署 第二类机会呢 我们把它叫做行业模型的金条 刚才四层架构里头 其实在模型层呢 我们没有把文心放上去 而是放了各种各样的行业的 这种大模型 因为我们觉得 很可能是存在这么一个中间层的 任何一个行业 都有它自己独特的数据 都有它对自己的行业的独特的理解 这些个数据 这些个理解 这些个知识 如果跟基础大模型进行结合 就会产生很大的 很强大的这个创造力 很大的这种效率提升的能力 这些个能力呢 很可能不是百度所具备的 甚至呢 这些数据也不是别人愿意给到百度的 那么这些能力 在各个行业的这种金条 它可以避免我们刚才讲到的那些基础模型 容易犯的错误 所以它的实用性会更强 那我们认为呢 这也是一类新的商业机会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应用开发 那么刚才大家看到 就是文字的生成 图像的生成 音频的生成 对吧 以及我们熟悉的这个数字人 3D这些 这些个能力一旦结合 再加上它超强的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 那么会创造出来很多新的可能性 所以真正最大的机会 大模型时代 真正最大的机会 既不在基础服务 也不在这个行业服务 我觉得恰恰是在应用 就好像在移动互联网时代 最大的这个商业机会 可能不是iOS 或者说安卓这样的操作系统 而是微信 抖音 淘宝 这些个应用一样 那么在人工智能时代 我相信一定会出现 杀手级的应用 现象级的新的产品 会不断的大家看到 一个一个里程碑事件的发生 最后呢 我想说啊 就是在文心一言 发布之后呢 我们就会建立起来 一个好的这种反馈闭环 用户的真实的反馈 开发者的模型的迭代 以及就是开发者的这个调用之间 它会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 那么给大家识别三日 当刮目相看 这样一个惊喜 最后我想说呢 文心一言 不是中美科技对抗的工具 而是一代代百度技术人员 在追寻我们 让科技改变世界的 这个梦想当中的 一个自然的结果 是我们服务 亿万客户 赋能千行百业的 最新的平台 那么更是呢 创新驱动发展的 最佳的证明 谢谢大家的理解和支持 当仰望星空时 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象 未来可能是什么样子 当有人执着地发问 就会有不曾想象的回音 从方寸之间 到环宇之外 创造新宇宙的人 相信永远看不到天花板 他们是坚定的创造者 他们不为道德而停下 用创造的脚步 丈量未知 他们坚信 不肯停留的人 总有前方 世界从不会自己 焕然一新 推动世界的引擎 使创造者的坚定 百度始终 与创造者站在一起 从嫦娥温月 到珠蓉探火 在未知的路上 答案终将在探索中浮现 未来的样子 哪有一定 是你们决定了世界的模样 以上作品 由AIGC和人类设计师 共同创作 未来 由坚定创造 有请百度首席技术官 王海峰 各位嘉宾 媒体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欢迎大家来到 百度文心一言的发布会 刚才赵宾已经发布了 文心一言 百度新一代的大语言模型 也初步体会到了 文心一言的一些强大能力 我相信大家收到要求码后 会进一步体验到 解码文心一言的更多的能力 那么今天呢 现在呢 我就为大家解读一下 文心一言背后的技术 我们知道它是一个 新一代的大语言模型 是一个人工智能产品 那么它背后的技术呢 也是全战的人工智能技术 刚才赵宾提到 百度经过十余年的 坚持不懈的积累布局 已经积累了 全战的人工智能的能力 从芯片层到框架层 到模型层到应用层 而且每一层 我们都有很领先的 技术和产品 而文心一言能迅速地推出呢 也是基于这十余年来的积累 而且这四层之间呢 能形成层到层的反馈 端到端的优化 尤其是其中的 框架层和芯片层 在我们开发文心一言的过程中 它们之间的协同优化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两层呢 就是模型层的文心大模型 以及它下面的 框架层的飞桨 飞桨呢 我们通常全程管它叫 产业级深度学习 开源开放平台 我们在这方面呢 已经积累了非常多的 一个完整的平台 那么接下来 我就给大家 先分享一下飞桨 我相信在座的很多朋友 对飞桨已经不陌生了 我们在飞桨相关的 这个深度学习框架 包括它的模型啊 包括它的开发套件工具组件 等等这方面 已经有了十年的积累 现在形成了一个完整的 产业级的深度学习 开源开放平台 而且已经凝聚了 五百多万的开发者 二十万家企业 以及六十多万个模型 并且呢 基于飞桨这样一个平台 我们也在努力的为 社会培养人才 截至今天呢 我们已经基于飞桨平台 依托飞桨平台 培养了三百多万的 AI人才输送给 各行各业 输送给社会各界 那么这样一个完整的平台 它最核心的 其实就是我们讲的 四层里的这个框架 一个标准的深度学习框架呢 既要有开发 有训练 还是要有灵活的推理部署 对于开发呢 我们有动静一体的这种开发模式 既可以发挥动态图的灵活 也可以发挥静态图的高效 而训练呢 通常是一个深度学习框架 最核心的部分 它不仅要支持 超大规模的训练 我们今天讲大模型 以及其他很多 人物智能的训练任务 其实规模都越来越大 所以我们要有这种 非常高效的 通常是分布式的这种 训练能力 不仅仅是有训练 训练在处理什么 在处理数据 所以呢 我们在训练 这个模块里面呢 除了训练本身 我们也要有这种 产业级的数据处理能力 而模型训练出来 最终是为了应用 而应用的时候呢 我们会面对不同的场景 不同的软硬件环境 所以有非常多的 细致的工作需要去做 比如说模型的压缩 包括推力引擎 包括这种前端的 包括服务化的部署 我们通常所知道的 比如说蒸馏啊 减脂啊 压缩啊等等等等 才能适配到不同的 这个软硬件环境里面去 这就是核心的 深度学习框架 那么很多做深度学习开发的高手呢 是可以从框架层开始 用这些框架来开发自己的应用 但我们对整个飞奖平台的观察呢 发现其实大多数开发者 其实并不需要从最底层框架开始 而是调用已经我们提供的模型库 所以呢 几年下来呢 我们在模型库 不管是自然语言处理 今天我们发布的文心语言 就是一个自然语言处理的模型啊 包括计算机视觉啊 语音啊 推荐啊 等等方面 我们积累了非常多的产业级的模型库 而这几年我们着重发展的 其实就是大模型 就是文心大模型 在有了框架 有了模型库的基础上 我们还提供了非常丰富的 端到端的开发套件 以及工具组件 这些呢 可以支持开发者 完成开发 也顺利的部署 好 这里核心是文心大模型啊 那我接下来 跟大家分享一下文心大模型 文心大模型呢 我刚才药兵已经提到 我们2019年 发布第一个文心大模型 其实就是一个 和今天的文心语言一样 是属于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 一个模型 文心这个名字呢 其实也跟着有关 文心的文 这个大家不言而言之道 是语言文字的文 而心呢 我们更多是 因为第一个 Earney发布 我们文心大模型发布呢 其实一个自然语言理解的模型 我们希望我们的技术 能用心地去理解语言 也能用心地去服务 我们的用户和客户 当然还有一个典故大家都知道了 刚才我们看文心语言的 戴摩也看到 它对中国语言文化 还是有很不错的理解 而文心 另一个出处呢 也是跟文心雕龙有关 当然文心雕龙呢 我们也希望取的意思也是 我们真正去细致地 把这样一个文心大模型 给做好 给打磨好 在应用中呢 也发挥更大的价值 自然语言处理的模型 我们现在已经 从1.0 2.0 Earney 3.0 发展到今天呢 我们发布文心语言 除了这些基础的 Earney 1.0 2.0 3.0呢 我们其实也有很多 某一个方向 比如说我们有跨语言的模型 也有专门 做过代码的Earney Code 也有这种图网络模型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其实跟今天的发布也有关 就是我们还有一个 对话的模型 叫Plato 这个呢 已经在我们很多产品里 已经在广泛应用 取得了很多的 这个应用成果 所以呢 正好这个时间 也特别巧合 前两天刚刚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发布这个 吴文俊人工智能科技进步奖 我们是历史上 第一次拿到了人工智能 吴文俊人工智能 科技进步的特等奖 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对话式的 而且是知识与深度学习 相结合的这样一套 对话技术和它的应用 再比如说 计算机视觉的模型 再比如说各种 跨模态的模型 这里既有 跨这个视觉和语言 比如刚才我们看到的 这个自动生成一幅图 这个就是文图生成的 这样的一个模型 也就是大家可能已经熟悉的 文心一格 同时呢 也有语音和语言 这种跨模态的 当然还有地理信息 和语言跨模态的 等等这些 同时也在延伸到 其他一些领域 我们知道最近几年 人工智能技术 在生物计算领域 取得了很多突破性的成果 我们也相应地研发了 生物计算的大模型 比如说进行化合物表征的学习 进行蛋白质结构的预测 等等这些 这是文心模型的基础层 就是基础模型 在此基础上呢 我们也已经跟很多行业伙伴在合作 比如大家往上看就会看到 我们已经跟很多行业伙伴 发布了相关的这种行业大模型 比如说跟国网合作 国网百度文心 它是一个能源行业的模型 跟普罚银行合作 普罚百度文心 它是一个金融领域的模型 我相信未来 我们会来越多的 跟千行百业的合作伙伴 一起去打造行业里边的 最领先的 也最有价值的这些模型 有了这些模型以后 我们真正想广泛应用 和刚才飞奖的全景图一样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也会提供相应的工具和平台 比如说怎么样进行数据的标注处理 比如说怎么进行模型的精条 刚才绕边讲到这种三大应用 也提到了这个精条 包括模型的压缩 部署等等这些 好 今天我们发布的是文心一言 文心一言 大家从前面两页也能体会到了 实际上是基于百度 这多年的人物智能领域 包括尤其是深度需求平台 和大模型的积累 一个水到渠成的成果 应该说是 而文心一言 我们的开发过程中 主要一方面基于Ernie系列模型 其实我们就从Ernie的 这个知识增强的千亿大模型 开始训练文心一言 另一方面也借助了 我们这个对话大模型 就是Plato这个大模型 它的很多的技术 应用于 也延伸到文心一言里面 当然在做这个过程中 又有很多新的改进 在此基础上 主要有六个核心的技术模块 有三个呢 是可能大家广为人知的 相关领域的模型 可能都会用到的 包括我们在我们的Ernie和Plato 已经一定程度上 都用了相关这些技术 就是有监督的精条 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 以及提示的这个构建 还有三样呢 是百度很有特色的技术 就是一个是知识增强 基于我们世界上 据我现在知道的 这个知识图谱里 规模最大的 有5500亿条知识的 庞大的知识图谱 来做知识增强 另一方面呢 基于百度 做的这个中文搜索引擎 当然不仅仅是中文 一个非常领先的 搜索引擎里边的这些能力 来做检索增强 还有一个就是 基于我们在对话技术方面 在那儿积累做对话增强 首先这个有监督的精条 我相信这个很多朋友都知道 但我们呢 做的过程中 除了用标准的这种 有监督的这种精条技术 的同时呢 我们也有很多 我们自己的创新的特色 首先一方面 我们面向中文 刚才杨斌也提到 我们做的这个模型呢 在中文方面 现在能力是相对来讲 强于其他语言 当然我们这个训练语料里 也有其他语言 比如说也有一些英文 也有代码等等 但相对来讲 现在还是中文训练的 比其他语言更充分一点 而这个精条数据呢 其实也是一样 我们也在中文方面 我们做了更多的这种 标注数据来 而且是基于我们对 中国语言文化 以及中国应用场景的理解 来选择这些数据 来开发面向中文 我们希望它更好用的 这样一个大语言模型 另一方面就是服务应用 百度呢 既有很多这个C端的应用 也有很多B端的客户 基于对用户和客户的 这些服务呢 我们也积累了很多 对这个应用需求的理解 所以在做这些精条数据的时候呢 这些理解呢也发挥了作用 再有一方面就是富含知识 基于我们的知识图谱 我们不仅仅是把知识 就用在这个模型的 我们叫知识增强的过程中啊 同时我们也用基于知识图谱 来产生了很多 事实证明很有效的这个 用于进行有监督精条的 这些数据啊 第二方面就是 基于人类反馈的学习 这个呢 在应用中其实至关重要 但是我首先得承认啊 这方面我们技术已经 有一套完整的技术 而且运转起来 证明它也是有用的技术 但是呢 这方面其实我得承认 我们训练的还不够充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真正训练的要充分 实际上是真正投入使用过程中 用户的需求 用户的反馈不断回来 我们才能更好的把这个反馈形成闭环 这个也是刚才热片说 我们虽然说现在还有没那么完美 但是我们早早的推出 在这个用户使用的过程中呢 我们会加速进步 那这里头呢就会分三步 第一步是接收到人类反馈 然后呢我们用这些反馈的数据呢 我们会训练这个奖励模型 有了这个奖励模型 那基于这个奖励模型 我们在做这个强化学习师的这种策略优化 第三方面就是提示 就是大家可能熟知的这个prompt 我们做这个呢对于我们知道一个非常庞大的 比如说有千亿以上参数的这样一个大语言模型 其实里边已经蕴含了非常丰富的数据 非常丰富的知识 那么这些知识呢 就像你到一个到国家图书馆 里边有非常非常多的书籍 非常非常多的知识 你怎么找到你合适用的呢 这时候其实还是有很多要做的事情 这也是现在这个语言模型技术做上来以后 能智能涌现的其实一个根本原因 那么呢 而这个提示怎么样构建的更好 就会直接影响最后这个原模型 所表现出来的这个能力 而当一个用户的输入来了以后 我们可以基于很多自动构建的方法 比如说给它补充上实力 比如刚才要比你演示的一个激素丛容问题 假设说你不清楚它怎么解 但是你给它一个例子 告诉它是这么解的 系统呢就是逐渐会学会这些东西 可以给它实力 比如说你要做创作的时候呢 也许可以给它提纲 给它规范 同时呢 但原模型 这个大家很多人听说过 这个原模型能做很多事情 同时也会有错误 那么我们如果把一些 已经知道的准确的知识点 给它也带进去 有助于它表现的更准确 这时候呢 知识图谱也好 包括我们这个检索增强也好 都可能会都会起作用 再有一个就是大家熟悉的这个概念 就是思维链 这些也会构建在这个提示里边 好 三项大家相对熟悉的技术 我已经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分享 接下来讲 百度很有特色的 首先第一个就是知识增强 我们的整个文心系列大模型 我们就叫知识增强的大模型 这个知识增强一直是我们非常重视的 总体来说 我们通过知识增强呢 对于一个模型我们可以使得它效率更高 效果更好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更少的参数 达到比它大得多的参数 甚至超过比它大得多的参数的模型的效果 同时呢训练效率也更高 那怎么做到的呢 这里有两方面的技术 一方面叫知识的内化 另一方面叫知识的外用 内化简单理解 一句话就是 我把这些知识在训练过程中用进去 把它内化到模型的参数里面 这叫内化 而外用呢就是在模型参数里并没有内化进去 但是呢我可以在用的时候 在推理过程中去用一些外部的知识 这里头呢内化一方面是我让这个大语言模型 或者是其实文心系列还不只是有语言模型 也有其他的比跨模型的模型 我们通过在训练过程中 不仅仅是把它这种随机的切成串 而是先把它切成语意单元 基于语意单元来学习 进行语意学习 这时候效率很高 而且效果也好 另一方面呢 我们也可以通过知识图谱来构建训练数据 达到知识内化的效果 另一方面呢 知识外用 这里一方面涉及到进行 比如基于这个大知识图谱进行知识推理 另一方面呢 我们也可以基于这些知识来构建提示 前一有讲的提示 第二方面是检索增强 大家知道百度在搜索方面 有很领先的技术 也有这个每天数以亿计的人 在使用的搜索引擎产品 搜索引擎呢 发展了二十多年 从其实基本的这个技术原理 底层技术原理 其实一直是比较稳定的 简单说就是基于 关键词匹配和链接分析 这样一套技术 这个链接分析 其实之所以有百度 也是因为 让它有这个链接分析的专利 而发展到今天呢 其实在搜索引擎 这个技术也在变迁 从2010年左右呢 百度就开始将 机器学习技术引入到搜索 2013年呢 把深度学习技术也应用到搜索 而现在又十年过去了 其实搜索架构 我们也在发生变化 大家看到这是 我们新一代的这种 基于予以理解和匹配的 这种新一代搜索架构啊 可以简单理解为 我们一方面用一个文系模型 这个额尼来理解 Quarray 另一方面理解这个用户输入 另一方面呢 是理解这些文档 这是我们 通常我们把它叫成一个双塔模型 基于这个理解之后呢 我们再做匹配 这又是一个文心模型啊 这样一套架构 而这套架构呢 和现在文心一言的 文心系列的这个模型架构 它就本身天然的就有 这种密不可分的关联 而当我们要做生成模型的时候呢 也之间可以进行联合优化 这样呢 我们可以把检索里边的 一些有价值的结果 比如说一些精准的信息 带进生成里面去 使生成的效果呢 更好 第三方面就是 我前面提到我们在对话方面 有很多积累 这里边呢 就有几个重要的点 一是 我们知道对话 不是一个答案 一个问题 一个答案就完事了 而是有上下文的 所以这种记忆机制很重要 同时也要对上下文进行理解 而如果一段长的对话呢 还有涉及到对话规划 这样一些技术啊 这些呢就是我讲的这个文心医研的主要的技术啊 简单总结一下 其实既有这种大家都知道的技术 也有很多百度特有的技术 当然这些技术呢 尤其是百度特有的这些技术呢 我们现在已经应用在文心医研里 但是还相对有还这个训练的还不够充分 我相信后边这些机制有了 会越来越发挥出更强大的这个能力 好 这个大模型本身啊 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最后我再说一下 我前面也说到了 就是深度学习框架这一层和大模型这一层之间 做联合优化其实是非常有价值的 那么飞桨呢也支撑了文心医研 它的整个从训练到推理部署啊 它使得文心医研呢 它效果更好 效率更高 而且性能也更强 从开发训练的角度 我们既有这种 前面也提到过啊 比如说这种动静统一的开发模式 自适应的这种分布式架构 包括我们多维混合的并行策略啊等等 同时呢 我们因为这个训练的硬件环境呢 其实也是很复杂的 我们也能做这种硬件感知的 这种自动优化 异构设备的负载均衡等等啊 有一系列的这种飞桨 非常领先的这些 开发训练的技术呢 都在文心医研的这种 模型的研制过程中 起到了很大作用 当然了 这个模型出来要部署 要部署呢 又涉及到很多 比如说怎么样 高并发 弹性的这种浮化的部署 而且 大家都知道 因为现在这种 类似像文心医研这种大模型技术呢 其实它推理过程中 对算力的消耗也是很大的 所以这时候包括飞桨 包括更基础层的这个芯片 怎么样进行联合优化 使得它的这个推理效率更高 其实是至关重要的 不仅是一个成本问题 也是能更广泛 只有它效率更高 才能更广泛的应用 这方面呢 我们过去这一段时间 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这个 优化的这个进展 而且已经还有很多新的 已经储备了的技术 已经初步实验验证 也能继续提效 也在不断的会 源源不断的上线 这些呢 也都离不开 飞桨的这个推理 部署文快的很多能力 好 我对文心医研技术分享 就到这里啊 最后一页 这个像在场的所有嘉宾 以及线上的所有朋友 我很高兴地向大家宣布 我们从今天起 就会开始进行邀策 邀策呢 既会有这个 个人用户 也会有这个 我们百度智能云的客户 这个希望大家收到 邀请码以后呢 积极地体验 百度的文心一言 和我们一起去 不断地去帮助它成长 也让文心一言 给社会各界 给我们的所有的用户和伙伴 带来更大的价值 好 谢谢大家 开场的时候提出了一个问题 AI的终极理想是什么 我还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